一辆插电滚动SUV 满油满电到底可以跑多远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最近奇瑞的探索06CDM发起了一场长续航的挑战赛 在电量剩余24%的情况下 一共行驶了1840公里 纯电行驶了162公里 可以说这个续航夜间领先 那么这台探索06CDM除了续航长还有什么亮点 咱们上周聊 那我们都知道探索06是一台紧凑型的SUV 并且它是在十多万元的价位当中 为数不多可以买到机械四驱的SUV 年轻人非常的喜欢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探索06CDM版本 这台车最大的亮点就是采用了插电混动结构 它是由1.5T的发动机 双电机 单挡的DRTT变速箱 以及18.4度容量的电池包组成 那有朋友会问了 你看奇瑞其他的插电混动都是采用的三档的DRTT变速箱 这台车怎么会采用单档呢 原因呢 我猜有两个 其一呢 就是探索06这台车本身尺寸比较小 重量呢 比较轻 单档呢 就可以满足 三档的DRTT变速箱呢 多数应用在尺寸比较大的车上 其二呢 就是成本可扩 你看现在的插混车型真的是越来越卷了 这台车如果说把成本控制下来 那么在最后给出价格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有优势的 探索06搭载的这套插电混动系统呢 采用了混连的结构 它可以实现纯电增程 发动机直去以及并联的这种模式 这套系统呢 其实与比亚迪的DMI呢 很类似 但是它最重要一点就是 它采用了一个1.5T的发动机 热效率啊 做到了44.5%啊 行业里边做的比较高了 它的发动机的功率呢 达到了115千瓦 扭矩220牛米 另外驱动电机的功率呢 做到了150千瓦 扭矩310牛米 可以说整个账面数据呢 也是比较出色的 那么插电混动车型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在电量充足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当它是一台电动车来开 整个在起步阶段 包括中后段的提速呢 都非常的给力 这个呢 也就是插混车型最大的一个亮点 那么当电池电量比较低的时候 起步呢 其实可以用电机来驱动 时速超过70之后呢 发动机呢 就参与到直驱了 那么如果说你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需要并线超车 需要动力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发动机跟电动机 同时来参与驱动 整个的这种加速的感觉啊 非常棒 插混系统加持下的探索06呢 整个的动力总成平顺性 做的 我觉得比我们之前试驾的 探索06的燃油板要好得多 燃油板采用的是 七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但是在整个的换档过程当中 你还是能够察觉到 它在换档 有一定的顿挫 这台车由于采用的是 发动机和电动机 来回的这种动力模式切换 你根本就察觉不出来 你是到底是在开电车 还是开油车 整个动力啊 非常的平顺 那现在大部分的插混车型呢 都会配备两种容量的电池包 一个呢 大概是10度 另一个呢 大概是20度 这台车直接给你上一个 18.4度的电池包 它的纯电续航呢 可以做到120公里 并且它还支持40千瓦的快充 也就是说你在日常补能30%到80%的话 充电时间也就是20来分钟 也就是喝个茶或者说休息会儿的时间 这台车配备的18.4度的电池包 加上60升的大油箱 满油满电呢 可以行驶超过1300公里 可以说这个续航呢 比同级的大部分车都要长 现在大部分的插电混动车型都支持外放电 这台车呢 也同样支持 它的外放电功率达到了3.3千瓦 你在出去玩的时候 你在户外什么的 可以满足电磁炉啊 热水壶啊 照明设备的这些用电的需求 那接下来呢 聊下这台车的内饰 探索06CDM的插电混动版本 与燃油板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首先呢 就是燃油板上面这个挡棒 改为怀挡的设计 其次呢 整个服饰箱这块呢 设置了这种驾驶模式的调节 其他的方面呢 就跟燃油板车型啊 基本上一样了 除此以外呢 就是中共台上边 多了一个行动员的控制 方便你控制 比如说驾驶模式的调节 动力的切换等等 那我们试驾的这台车呢 应该是顶配的版本 除了自带360度 到车影像之外 还有前排的通风 以及座椅加热功能 整个的功能呢 也是比较高的 剩下呢 基本上跟探索06燃油板 一模一样 探索06的车长呢 是4.5米 轴距呢 是2672毫米 是一台紧凑型的SUV 但是它后排的空间拓展的非常的好 首先呢 地板中央纯屏 后边坐三个人也不影响 其次呢 后排空调出风口 Type-C Type-A的两个充电口 也通通给到 那最后呢 就是整个的座椅的舒适度 做得非常好 那说了这么多 最后啊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探索06 CD-M这台车 不光续航长 而且它的能耗也特别低 最重要的是 它开起来的感觉啊 太舒服了 那么一台好的产品 是不是得配上一个好的价格呢 探索06 CD-M这台车 即将在4月25号开启的 北京车展上正式公布价格 具体定价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感谢观看